嗨,大家好,我是Oma 最近大家是不是纷纷都在家里关紧闭呢? 而且对很多租屋族来讲,有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近也发现在整个租屋市场上面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今天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市场微妙的变化吧 因为呢,手边有一些做共生公寓的朋友 那他们最近开始碰到一些问题 打比方说,因为共生公寓里面一次是住四到五位房客 那他们的工作也彼此都不一样 所以接触的人群也都不同 也因此呢,这些房客的父母可能会担心他们就是住在里面 里面接触的人太复杂 所以我希望他们搬出来 那搬出来之后呢,如果今天房东想迎接新的房客进来 原来其他住的这些房客呢,他们也会觉得比较排斥 因为他们会神说,那你这个新来的房客 我怎么知道你的来历是怎么样 也会担心他过去的接触会不会比较复杂 所以呢,在共生公寓上面呢 他们就要开始处理这些房客的关于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那再来是呢,确实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新闻 那是关于呢,有一位老先生他住在共生公寓里面 那后来呢,因为他确诊了 那结果房东这边呢,只好要把他请出来 因为呢,如果不请出来的话 那其他里面的,不是这个老先生走 那就是里面其他房客走嘛 所以呢,其实最近在共生公寓上面呢 部分的房客纷纷会撤离出来 需要到外面找一些新的居住空间 在疫情还没有爆发前 其实台湾的短租市场相对蛮好的 因为很多外国企业来台进驻 或者是来台办展览 所以蛮多外相主管或者是厂商来出差 因此增加很多这样的短租需求 另外很多本来在台湾旅游的外国人 也因为当时家乡的病情比较严重 因此呢,决定短暂的居留在台湾 但随着台湾的疫情分温 外国的疫情反而降温 许多本来要来台的计划跟着停摆 也因此呢,转租的市场也没落下来了 藏租市场最近反而非常的蓬勃 除了部分共生公寓的房客会迁移过来 另外有些家庭弱人比较多 也会因为最近想减少过多的接触 所以有一些家人出来外面租房子 另外原本某些旅馆本来也有开放部分 房源作为长租 但旅馆的量体大 如果某些必须转型为防疫旅馆时 那就不能做要接待一般民众的长租了 那Airbnb最近也宣布 他们即将要从原来的日租 然后部分要转做为长租 因为对他们而言保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两大资产 房东还有房客 另外稳定的现金流对他们而言 才是整个企业存活下来的重点 那看完以上的这些市场租的变动 是不是也觉得非常有趣呢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